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中国呀,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,在老习的带领下,也算是真正回到了反普归真的境地。 过去人都碍于面子说点什么场面话,现在可倒好,一个个的不装了,名牌出击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之前在微博上嘲讽普罗大众都是韭菜的红三代,北极链鱼。 人家大小姐作为社会主义的真正接班人,对老百姓是一阵嘲笑,气得很多小粉红都冒烟子了, 说说好了是人民共和国,我们哪能受此般侮辱啊。 于是申请国家介入,话是递上去了,调查组也表示会去看看,但是一直没下文。 这两天可好,公函下来了几个大字,叫权贵的事你少打听。 看来这个深圳交通局的前局长也是挺有本事的,愣是让纪委都不敢动。 也不怪人家孙女如此高调,看来上头是真有人啊。 所以说什么扫黑除恶反腐都是噱头,甭管口号喊的再响,人家只要队伍站明白了, 依旧是该摊的摊,该跑的跑,谁都管不着。 人家官方的意识公文也算是显明白了,在中国,你痛恨黏鱼,不如理解黏鱼。 而老百姓最想做的,不过是成为黏鱼。 你说这样的社会哪还有个好啊? 就这还有小粉红能找到赞美的点呢,说别的城市碰到这事儿都不予回复,还是深圳科学。 人家说我们调查了,但是不能公开,不仅倒进了社会现实,还算程序透明。 这真是满屋灵淡的,倒是把考一份的显现出来了,横竖不还是不及格嘛。 你看,让官老爷这么一闹,反而显得周公子啊,北极粘鱼啊,这类三代没有那么可泣。 毕竟在人家炫耀的自理行间中,还是体现了底层百姓的疾苦的。 总比那中央,动不动就说人人小康,家家有车靠谱吧。 再者,人家也没跟老百姓说什么努力奋斗创造美好明天的鬼话。 坦白诚实的讲,韭菜越劳动,老爷越舒服,你看这真理那共产党能跟你说明白吗? 也算是一杆子打醒了不少人吧。 但是这事儿也得注意,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说这种大实话的,你得有实力。 这不这两天,美妆博主李佳琪就犯了这个忌讳,把不能谈的难言之隐给秃露了,差点又给自己玩封号了。 怎么回事儿呢?不是现在消费降级吗?东西确实不好卖。 这李佳琪又是一个带货博主,你不卖东西谁找你啊? 在直播间里有一个观众反映,说花西子的一个什么国货彩妆品牌的美比,价格越来越高了。 79块虽然不算贵,但对月入几千的打工人来说,也不能说便宜。 没想到这一句话让李佳琪坐不住了,毕竟人家找他卖货也是给了钱的。 所以很敬业的回复道啊,说让这姑娘不要乱说,这美比一直79块,国货很不容易的。 要是说到这点到为止也就得了,结果人家不知道怎么想的,接着数了起观众来, 说买不起,那是因为你穷,得找自己的原因,为什么这么多年人家工资都涨了,就你的不涨, 有没有认真工作啊? 呵,小伙子,太狠了。 一句话把打工人难堪的现状给点透了,庸庸碌碌,工资没高,物价飞涨,窘迫啊。 自古呢,接人短,没什么好结果,虽然李佳琪在直播结束,也给自己找台阶, 说现在不是以前那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有趣主播了,只能力求做一个圆滑的人。 但是广大群众不乐意了,你圆滑的把钱挣了,脏水泼我们身上了,那哪行啊。 就算我去菜市场买个大白菜,嫌价格贵,人家卖菜大哥还得找找天气和雨水的原因呢。 您这倒好,一句穷鬼就给我们打发了,不是之前贵谢衣食父母的时候了。 于是乎开始大规模声讨,非要人家跪地道歉才算完。 你说现在国务院都不敢公布失业数据,就怕触这帮小祖宗的眉头,你跳出来当什么人间清醒啊。 哭诉道歉的一系列后续,都被当成是亿万富翁的鳄鱼类。 而很多人还怀疑李佳琪根本是挣够钱了,不想直播,但是被逼着带货。 所幸破罐破摔让自己洗布白,以后呢也就没人逼他了。 而这整件事要深究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,要说错,整个社会向下走, 和越拉越远的社会阶级都难辞其咎,而他只不过是揭开了冰山一角, 虽然话没人味儿,但也是实情。 而百姓的恨呢,一个是恨他揭开了人家的伤疤, 还有一个呢是因为他曾是百姓中的一员,却一朝得志开始背叛队友。 天生的二代三代百姓不敢喷,你一个飞上枝头的草凤凰还拉不下来嘛,你看看也挺现实的。 毕竟中国还指着底层消费来增加购买力呢,把李佳琪们都打击没了,经济也就彻底的不赚了。 于是乎国家又派出了御用夜壶洗地,老胡站出了苦口婆心的表示, 说希望大家理解他,原谅他,毕竟他修行还不够。 一个人如果可以在千遍万化的媒体潮流中时刻保持清醒,一次都不说吐鲁嘴,那是很难的, 不像老胡,什么盘都能叼住。 此话一出,果然,舆论生生是戛然而止。 你还别说,还真没有一个人能像老胡这样坚定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, 把能得罪的普通人都得罪全了。 而经济不好也不怪每个人都没什么好脾气,而抢钱的招数也越来越高。 这不,乐山一个中学最近就群发短信,让学生们自主充钱使用空调, 宿舍的空调4块钱一小时,而教室的10块, 要知道一度电才几毛钱,两三个月用共享空调的钱都购买一台新的了, 这账算下来学校是真黑啊。 面对校长的质疑,人家校领导表示了,说这共享空调是第三方招标投资的,校方不参与, 潜台词爱用不用吧。 以所谓共享之名转着圈的割韭菜,把原来能用的都变得收费了。 好听点这叫社会的进步,难听点就是道德的沦丧。 最关键是这种坏气息还传染,很快不止乐山的中学空调得交费, 中南大学的宿舍,四百租金才给摇空气,校方无耻的口径都一样。 经济再这么下去,百姓呢也不再是人了,不过是权贵们用来牟利的工具。 这不,中央这几天突然关心起人民来,把所谓玉制菜写进了一号文件, 希望从口味上、种类上大肆开发,争取让老百姓今后都别浪费能源做饭, 跟小动物似的开罐就吃。 这话一出,百姓就不乐意了,毕竟谁也不会傻到觉得中央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考虑, 都怕这是给新鲜蔬菜水果贵族化的前奏。 但是人家见走偏锋,直接在中小学强制执行,呵,那给学生们霍霍的,拉肚子就没停。 时代进步了,百姓的日子艰难了,官员的嘴脸猖獗了, 一切都跟老毛当年承诺的那么不一样,而又那么贴切。 那么问题来了,社会主义究竟是骗谁的呢?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对于官三代炫富,政府表示不予公开这事,你们怎么看呢? 而李佳琪嘲笑观众买不起是因为穷,应该被狂喷吗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火源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,敢不敢,下一代见,拜了个拜。